一 二 二 三 二 一 二 一 二 加油 動漫追追追Kiki帶你追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 就是一群對玩具超有愛 超有夢的玩具人 讓我們一起來揭開 這些玩具人的廬山真面目 走吧 獵人要推出新作劇場版 飛色幻影喔 主角就是小潔富麗士 他是一位12歲的單純少年 他就是為了要去尋找父親 所以才會當獵人 歡迎收看動漫最前線 我是Michael 我是Kiki 今天是2月17號 是的 Kiki 我跟你說 我這個禮拜過得超充實 你有哪些生活 我這個禮拜一 二 三 我就陪家人 返鄉過年 然後呢 好溫馨喔 除了團員吃飯之外 就會領押稅錢 然後禮拜四五呢 我就把押稅錢全部花光光 說得也太快了吧 沒有啊 禮拜四五就是 難怪 當然要去買一些動漫的周邊商品 然後還參加一些大式的簽名會 然後直到昨天 昨天我就參加了 那場超High的耶 High翻了好不好 超棒的 所以呢 你看小龍年一開始 就整個被動漫活動給包圍了 好幸福喔 聽起來好開心喔 你知道電視機前面的聖民們 是不是也跟Michael一樣 過了一個又忙碌又幸福的新年 剛剛呢 我們兩個參加完 對 馬上可以手刀的周圍 手刀 趕快跑回節目 不要跟各位見面啦 對啊 是不是很感人啊 感人 我們可以自己說感人嗎 不好嗎 不好啊 真是很感人耶 你不是說不要自己講 你又講了 我說感人的感 是感時間的感啊 你看我剛才整個就是很感 而且你跑超快的 真不愧是馬拉松劍將 不過我們在這邊要提醒各位 就是國際動漫節呢 剩下最後兩天 是的 就要把握最後的時間喔 明天還有兩場活動喔 分別是那個 以及極道甜心的作者簽書會 是的 大家千萬不要再錯過啦 那如果還想知道更多的訊息的話 別忘了到 2013台北國際動漫節的網站上面 去查詢喔 現在馬上進行本週的第一個單元 動漫新聞台 來 首先要介紹的是 方舟旗航R第一集 歸來的地球環境惡化 所以地球人就發起了一個 尋找其他適合居住星球的方舟計畫 在所修心上 就有一個外星人叫做波竹 很害怕自己的星球被侵略 所以他就奮力的抵抗 卻沒有想到會敗在小蘭的 純真力量之下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青之驅魔師》第九集 林借用寄宿於小魔劍的 烏書燒魔之力 要召喚能夠將一切焚燒殆盡的 火生三昧 但是呢 就當林的意識 要被強大火焰吞噬的時候 腦海裡浮現的是 夥伴們的身影 接下來介紹的是 羅馬漁場第五集 在第四集呢 滯留在日本的 古羅馬漁場設計師 露西斯 心中的不安即將爆發 被戀愛 使命還有一匹馬 搞得天翻地覆 衝擊性的第五集即將登場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加速世界》第三集 黑雪公主春雪 以及喜新革面的拓舞 他們三個人呢 組成了新生黑色軍團 黑暗星雲開始參戰 而且啊 春雪呢 他跟拓舞啊 兩個人組成的搭檔 想要不斷地磨練自己 這樣子啊 等到黑雪公主出院的時候 就可以擁有足以支持她的力量 但沒想到兩個人的點數 累積到可以是上二級時 卻開始得意忘形了 最後要介紹的是 《十四歲之戀》第一集 從小學就認識了兩人呢 沒想到身上國中之後 就不在意自己的真面目是人 唯有彼此了解真正的自己啊 專屬於青春時期的酸甜苦澀 眾所期待的初戀純情物語 以上就是這禮拜的漫畫發行資訊囉 Michael 你有沒有聽過 《美食獵人》這部作品 當然有聽過啊 這就是導帶光年的老師 在那個日本周刊少年醬上面連載的 這麼紅 而且你知道嗎 怎樣 每次看那個美食獵人 我都覺得肚子好餓喔 難怪你這個 鮪魚度越來越厚實了 欸 你聽聽看這個聲音 再一次 鮪魚度 好啦 這鮪魚度 你這次叫什麼螢幕中不像你怎麼辦啊 那就換大一點的電視啊 那你還是可以繼續盪下去喔 你真的很外星耶 好啦 我是要跟大家講一個天道的好消息 什麼好消息 就是美食獵人啊 自從2011年播出電視動畫版之後 今年夏天要播出 真的是補貼同情的好消息啊 沒錯 連夏天還有一些些時間對不對 所以各位動畫名啊 可以趕快把握時間來追追追一下 是的 除了這個作品之外啊 另外 神不在的星期天也要TV動畫畫囉 真的是雙喜臨門 雙喜臨門啊 現在就是過年期間啊 我們就要講一些吉祥話的意思嗎 對 只要元宵節還沒過 都算是過年期間 那真的是 恭喜發財大吉大利啊 捨年行大運啊 年年有餘啊 年年有餘啊 好啦 我來講一下神不在的星期天 他就是在講一個 守護世界的少女 還有獵殺使者的少年 在世界末日尋求奇蹟的故事喔 是的 他除了推出青小說還有漫畫之外呢 在2010年還推出廣播劇 還有超大咖的聲優 浪川大福演出喔 大福 不知道這次浪川大福啊 會不會成為動畫版的聲優陣容耶 你看他 又帥 聲音又好聽 又會唱歌 根本就是一個超完美情人 好了好了好了 我們現在趕快看一下本週 哪一些動畫發行資訊吧 請看 首先介紹的是 激動戰士鋼彈HDVD下套 一傑康特試圖跟奇歐 詢問解析鋼彈所需的情報 奇歐以治療火星圈傳染病的藥物為條件 同意提供情報 奇歐為了送藥給倫 再度與他見面 兩人之間也逐漸滋生出了感情 就在此時 有一名男子來到了第二月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牙狼白夜的魔獸》DVD前 護倒鋼彈在一次的行動中 遇到身為魔戒法師 實習生的山刀林 他帶來了阿門法師的訊息 告知鋼彈原本已經死去的邪美 其實還活著的事情 另外一方面 崭新的敵人 也從長遠的沉睡中甦醒 行動於黑暗中的他 逐漸成為鋼彈的威脅 雖然說過年期間 應該要多報告一些 時尚沒收的好消息 是 但是我們還是有一件 很可惜的事情 要報告給各位 沒有錯 就是由2007年開始連載 2011年被動畫化的 神樣豆子 要宣布結束長達6年的連載了 這是山蹭齋老師的作品 動畫還沒製作第二期 他的原作就宣告終結了 沒有錯 感覺又有很多動漫民 要覺得傷心了 要不然在這邊 我來講一下他的故事內容好了 好的 其實神樣豆子 就是在講他的男主角 一個人到東京上大學的故事 然後他的妹妹有一種 知的能力 這個知的能力就是 代表他可以操控一種叫做 暗山子的人偶 然後碰巧他的兒子玩伴 也有同樣的能力 然後有一天他就操控了這個 暗山子去襲擊匡平 眾神的戰爭就一觸即發 這部作品是由兩種劇情所組成的 一個是在講日常生活中 就是有很多情情愛愛啊 很多情敵的故事啊 我就知道你只對這個部分有興趣而已 不是啊 你說到愛情的元素 在很多動漫作品裡面都有 但是呢我很喜歡這部作品 是因為他的 暗山子戰鬥畫面很厲害 而且第一話 你就可以看到男主角 包標的帥鏡 你說 是不是被看不可啊 男主角 我就知道你覺得這部作品的痛機 不單純 不是啊 但是我真的很希望說動漫的啊 他的動畫可以製作第二期 因為呢這個作者啊 他有留下很多迷樣的伏筆 山太太老師 拜託你給我答案吧 拜託你 好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本週哪一些動漫藝文資訊吧 請看 初音未來Mikushop 台北出張所開展囉 店家第一次就要展出 大家熱愛的初音未來 現場呢除了有初音的複製畫 還有許多源自日本的限定商品 初音迷們千萬不要錯過囉 1月18到2月28 就在安利美特光華店 內灣漫畫館10週年主打特展 2013大師會籍 與漫畫共舞漫畫插畫展開展啦 這次的展覽以熱鬧舞鬥迎賓客 浪漫夜迎曼童遊 以及溫馨仲夏自在行 分為三個展覽梯次 並定期舉辦國內漫畫家的近距離接觸活動 充分展現台灣漫畫的熱情與活力 要讓大家更認識國內漫畫作品唷 1月26號到9月1號 就在劉心青漫畫季發明展覽館 就有機會獲得羅馬漁場DVD喔 詳細活動辦法 請上東漫最前線粉絲專頁查詢 羅馬漁場要送DVD喔 耶 這次獎品也太大手筆了吧 對啊 我都好想去搶喔 你看喔 這樣就可以看到寬寬的肌肉 無限次 寬寬 裡面有角色叫做寬寬的嗎 這是飾演主角的阿布寬啊 誰允許妳叫阿寬寬啊 不行嗎 而且過了一個年妳為什麼少女心還是這麼開花 就是很青春無邪啊 好棒喔 不過呢我跟妳看電影的角度 好像永遠都有點不太一樣耶 那妳是什麼角度 您說說 就是羅馬漁場 其實我也是看得非常的開心啊 不過喔 這部電影也是非常的發人省思喔 你想想看啊 那個溫泉啊 不僅是可以放鬆身心 它還關係著一個國家的命運喔 還有啊 你看看日本 好 夠… 我覺得如果跟你去看電影啊 一定很無聊 這部片喔 當然是要看上護財跟阿布寬 他們穿越時空的愛情故事啊 你知道嗎 我看了大哭耶 等一下 妳聽我解釋 我說那個 你看阿布寬他一開始 OK… 我們趕快進入下個單元喔 動漫追追追